前两天不是陈时东竞选总部开张 然后他这个造势大会 底下好多人 我就想问 那底下的这么多人 你们难道没有排队买过口罩吗 难道你们没有排队买过快塞吗 更夸张的他有没有教你真口罩 对用电锅真口罩 好笑 这个美梦成真 这个口罩足够的梦想是用真出来的 线上是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士林北投区的 然后他现在出这本书叫做 理议谋利 然后他在叙述的整个过程 我相信开车的朋友 你现在很多人搞不好现在打的方向盘 对对对对对对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有 甚至现在在开车的朋友 当时就是被限制住的 我相信一定有 所以那种淡化已经是很过分了 很过分了 然后区别 那种每天要把人家关在里面 然后不能出去 然后国外人来 只要跟民进党有相关的 对他就欢迎 对吧他就欢迎 所以就问各位好朋友的过去这几年了 真的很多事情忘不掉 比如说你们都有排队买过口罩吗 有啊 对啊那大家都有排队去填纾困吗 去领补助吗 一定也有 这个我倒懒了 算了我每天我干嘛要 卑躬屈膝的 对拜托你给我一千五 就很可恶 就说看我看到 不是我不需要 就觉得那种侮辱人 而且手续很繁杂啊什么的 对 不是说前两天不是陈时东竞选总部开张吗 然后他这个造势大会 底下好多人 我就想问对吧 那底下的这么多人 你们难道没有排队买过口罩吗 对啊 难道你们没有排队买过快塞吗 更夸张的他有没有教你真口罩 对用电锅针口罩 好笑啊 这个美梦成针嘛 这个口罩足够的梦想是用针出来的 叫美梦成针 然后还有口罩国家队 然后还要针收的 然后还被合金说 对对对 这里面呢 我也列在书里面 对有 那这也是挖军的这个由来 就是因为当时合金 新加坡的总理夫人合金 那专门就在脸书上贴了一张青蛙 他在干嘛呢 他就在嘲笑 去出征他的人都是 井底之蛙 而且这个出征文化 真的是从民进党上台之后 非常的 出征谭德赛 出征合金 你可以听众朋友 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因为台湾呢 号称口罩国家队 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 其实很多口罩国家队的机器 是那边拼拼凑凑的 那边征收 那边要 结果呢 有一条线 是新加坡的公司 结果 后来我们把它征收了 那结果呢 那个干脆 人就撤回去 但是机器 好留给你台湾 随便 然后新加坡那时候 其实很痛苦 确诊比我们还多 就合金呢 他们就自己就搞 好没关系 那我带马席 因为当时新加坡 有跟台湾政府要 说机器要还我们 还我们嘛 对 他说 因为当时政策叫做 禁止口罩输出 对 那新加坡都说 那机器要还我们 那机器是我的 对 但是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就连机器都不愿意还给人家 对 然后后来呢 大家疫情都差不多了 然后有一天呢 新加坡 疫情再起 然后那个蔡英文就说 如果新加坡需要口罩 我们愿意啊 我们愿意捐口罩给新加坡啊 是啊 何金就刚刚 汉庭在书里面写的 一亿谋利里面 拿一只青蛙 对 他就 现在 然后呢 没多久 出征出征出征 就出征他 就是出征到这海外人士 实在是丢人现眼 跟笑掉大牙了 那我在本书当中 我就把过去这两年以来 民进党是如何出征啊 拼命老百姓啊 以及如何出征 海外人士的所有的内容啊 全部都整理在这里面 并且分析他们背后的一些 从心理学跟社会学 来做一些探讨 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讲 但是 我要问汉庭 那如果大家 因为我们这边很喜欢看书 像那个 蔡正元来这边 也要送他的台湾历史的书 是50套 我们已经来这边 好几通电话一直要了 如果大家想要怎么办 那当然是马上 在广告之前呢 马上最后来宣传一下 目前因为实在是 这个外面书店买不到 只有独家在侯汉庭的 粉丝专页上 然后上我们的网站 来做预购的购买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月呢 就是逐一的寄送 那比较不好意思 这个人力跟团队实在有限 所以呢 没有货到付款 也没有超商寄货 所以只能够线上购买 我们寄送到你家 或者呢 可以欢迎到我们 士林区文林路566号的服务处 然后来现场做购买 我真的要跟各位说了 这本书 以异谋力 我真的 我直接讲白了 今天就在帮他打书的 那为什么 而且我一定 我有我非常合理的理由 第一个 封面很帅 哈哈哈哈 承认吧 对对 这张是比较帅的 真的挺帅的 这个 黄安婷呢 一定有经过梳妆打理 然后戴着他的招牌眼镜 然后穿着那个fit的 和声 和声衬衫 对 和声是清朝的贪官 哈哈哈哈 然后一个烂梗 一个烂梗 听说是乾隆的上辈子的女朋友 对对对 然后还有点 这个烂梗还接有字歌不容易 你就知道我平常来宾 我要做准备多少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后面 书皮的后面是 柯文哲 柯志恩 红秀柱 张善政 许淑华 蒋万安 谢龙杰 一致推荐 为历史记录 见证 留见证 为新冠王者讨公道 向所有防疫人员致敬 你这句话我昨天看了 这么好笑 民进党除外 对啊 毕竟他们 鲜有贡献 向台湾所有因疫情 顽固致哀祈祷 至今没有执政党敢反省 并负责 然后这个书呢 刚刚汉庭大概简单讲过了 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看 OK 我真心要跟大家推荐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跟汉庭 其实大部分以前都是在节目上 同台 但是后来渐渐的跟他聊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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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有点熟了 然后就 我发现 汉庭是我采访新闻 二十几年来 我大概遇到像他这样的议员 一只手 五个 不到 就说这么帅的人 开玩笑 敢在主持人面前说帅 你知道上一个 上一个 现在大概草都已经 指挥烟灭 熊鬼 我就说五个议员里面帅 主持人本来就帅 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好 那你知道 因为汉庭真的是 我真的 我真的要跟各位听众 开车的朋友 你没看过这么刻苦的一个议员 而且他一直 紧守着 几乎除了 国家发的薪水以外 他没有其他的 再去开发那种 大家想象中的 做生意 用自己的关系 去标一个什么 然后做一个什么 然后赚个三百万 两百万 然后要等到四年后 去攒一些 广告费 对不对 看板费 要去做一些这种这种东西 都没有 这没有 我们是坚持 除了服务处之外 完全是零刊板 零布条 零海报 零旗帜 零电话 拜票 那你为什么 挂一下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到处跑了 每天搞社群 搞发文 累死了 你这么多年来 这服务个两三家 你就特别想 这个金主 有钱 有钱 特别团队 帮他服务一下 然后暗示一下 三年后要记得 看板五张六张就有了 没有想过 我觉得选举我们还是 干干净净 然后 第一个当然是干净选举 然后再来是 你如果要 我一直觉得 砸大钱选举 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但有些是我 就是参政越来越久 才会有这些心得 一开始其实讲的很简单 就是没有 但是没钱 然后觉得要干净 那零刊板 然后呢 反正我们就靠着 请跑跟请走 但是参政越来越久之后 就会去算一下说 我对台北市政的产值 我对台北市民的产值是多少 产值 产值 你用产值来说 我用产值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一个 大家知道吗 就是在台北市议会 花钱选议员 2018年最高是花多少钱 三千两百万 四千万 这个是登记有数字的 有登记的 就是监察院是有登记的 很多是没有登记 就是没有申报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登记的就是四千万 这个还挺老实的 那在我们 不知道 他搞不好 那在士林北投 最高是花一千万 最高一千万 然后我上一届 是两百六 上一届两百六 所以我们花这么多钱 然后去做选举 选出了名义代表 那很显然的 那这个名义代表 一定要对台北市 要有相当的产值 否则你花这么多钱 你去挂刊板挂广告 然后做布条 做那些东西 那些就是垃圾 就算只从环境的角度来讲 那个东西就是垃圾 因为不是装置艺术 对 那个东西又不能摆得久 而且还很危险 像以前也曾经发生过 这个台风来的时候 然后那种 砍板倒塌 然后把人给砸伤 有发生这种事情 或者是很大面的布条 反正也是倒下来 然后把人给弄伤 所以从公安或者是环境 或者是从钱的这个角度 我都反对这种形式 所以我就算 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来选举 产生一名名义代表 那这个名义代表 对台北市民的造福或福祉 有没有达到相应的值吗 我们为弱势争取的福利 有没有达到一个相对应的 你不要讲说都用钱来说 我花200万 那我有没有为弱势争取200万 就这个概念 但你用钱就算的话 很容易就变成买票 那我是不是每个人发1万 什么或者什么 每个人都发钱 而是我认为民意代表 或从政人 内心自己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我们有没有对社会的贡献 有这么大的产值 你要说他只是幸福感 或我们对于政策的推动 有没有对得起 我当初花的这个钱 我会有没有对得起捐款的人 有没有对得起支持者 你才200万 200多万 你知道在那种一些金牛的那种选举上 对他们来讲 who care 如果有一天一定还你 还是觉得很荒谬 因为为了 你看选钱就砸这么多钱 选后钱从哪里来 对吧 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 方明录一定就先登录起来 那以后呢 助理就会告诉你 汉庭议员 这个人呢 选举的时候 政治现金20万给满了 但是呢 私底下还给我们100多 哦是啊 好好好 那他最近呢 来跟我们关缩一个土地 好 议会上我会帮忙 那个柯市长 我告诉你哦 这个土地 绝对可以为后面万事开太平 哦 如何如何如何 不都这样吗 哦 好多哦 只是在议会就发现各种的 这种 听起来都很有玄机 某某人战割什么事情 某某人提案什么事情 某某人要求说 这个要开发 你都知道 那肯定都是有利益挂钩 你听了以后不会蠢蠢欲动吗 不是 我就不是这种人呢 不是这种人 我们就是很干干净净的来为小市民服务 然后市民有什么需求 然后要做会刊 做服务 做建设 做提案 我们就做 那你就算真的是一些建设啦 工程什么的 就是我们也只是说 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好 我们就做 我们也不会去 特别要求市政府去指定什么厂商啊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真的在现在的选举 真的不容易了 因为 所以我们目前都是小额赞助跟小额捐款 你随便看就知道了 那些看板啊 少折15面 20面 30面 有人甚至告诉我说 在乡下或者中南部地区 有人可以看一个地方选举 挂到200面 不止 不止啊 很多 各位 我随随便便 那种看板 因为我也选举过啊 你看那种楼边啊 然后挂在那个四层楼五层楼高 那种随便的一个月也要三万块 随随便便 那是一个人的一个月薪水 然后200个人 那请200个员工 那等于请200个员工 还有那种一个月 十几二十万的那种看板 大有地方 那种很 像你士林北投区 一定有那种路口的那种 超级 而且我们士林北投金牛很多 福林路 那种 对对 有钱人非常多 那种 拜托福林桥 那个过福林路 中南北路下去 那一片十几二十万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上到YT搜寻 中广新闻网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节目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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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